35. 人民日報海外版 18年來最大規模減稅協議達成 201項信息技術產品張寧關稅 2015年7月27日財經視野02羅蘭熱點聚焦 本部記者羅蘭世貿組織更一達成重磅協議 據多家媒體報導 WTO框架下信息技術協定 If 匡位談判成功 包括中國在內的談判各方同意在三年內 對201項信息技術產品實施零關稅 這是世貿組織18年來達成的最大規模關稅減讓協議 也是全球產品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協議 業內人士指出 匡位後將極大地促進全球貿易和信息產業的發展 中國的手機行業、計算機行業、通訊設備行業、軟件行業也將受益 涉及貿易額萬億美元自由貿易需要參與國減免關稅 WTO框架下的信息技術產品關稅消減 協議是信息技術協定 該協議是世貿組織項下的多邊貿易協定 於1997年4月生效 其成員國代表了全球百分之九十七的 I此產品出口額,只在分階段將信息技術產品的關稅削減至零 目前,已涉及全球I此產品貿易額高達四萬億美元 近日WTO簽訂的協議是對以往信息技術協定 的更新和抗位 此次談判於本月十四日在位於瑞士日內雅的 歐盟司館後期間來自五十四個國家的談判代表就不同 I此產品的關稅問題進行了探討並達成動息 同意擴大全球I此產品的免關稅清單 據悉,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 談判各方將確定免除關稅的相關技術細節和時間表 並有望在今年12月WTO第十次部長級會議想簽署 執況為協議,新協議達成後 包括半導體、持共鎮成像設備 全球定位系統設備 打印機密合、核持共鎮成像儀和超聲素描設備等醫療裝置 視頻遊戲機在內的201種 I此產品的關稅將取消 據外媒報導,協議達成前 上述高科技產品在相關國家的進口關稅高達8% 世貿組織表示,今後,每年避免除關稅的全球 I此產品貿易額將增加1萬億美元 激活世貿相關談判者分 I此產品免稅礦為協議將產生一系列輻射效應 世貿組織總幹事亞澤維多在當天發表的聲明中說 礦為協議具有理懲悲意義 協議所涉201項信息技術產品的年貿易額 佔全球貿易量的7% 據美國商會數據顯示 信息技術協定礦為 將每年為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貢獻1900億美元 業內人士指出,協定裏面主要的成員國代表了 全球將近99%的I此產品出口額 礦為後將極大地促進全球貿易和信息產業的發展 日本共同社報道說 在新協議下,日本每年將有價值超過645億美元的出口產品 享受免關稅待遇 美國彭博新聞社報道 新協議有望為美國提供6萬個工作崗位 另外,英特爾、三星電子、閃迪和德州儀器等全球 I此公司有望從近250種產品的免稅中獲利 礦為協議環有助於增強和恢復 各方對於世貿組織多邊談判功能的信心 該協議激活了 框架下的多邊談判 下一步可能對服務貿易協定談判 Montis有所促動 對於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形成對外開放與對內改革良性互動 新格局將產生積極作用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表示 理好中國產品出口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純色科技產品出口國之一 美國接付純色技術獲創新基金會預測 礦為協議達成後 中國將在更大範圍的 I此產品關稅減免中減免約80億美元的關稅 並且每年可以增加120億美元的出口額 專家分析 協議達成後 一方面可以讓國內消費者有望而更低價格購買到國外的電子產品 另一方面 也利於中國I此產品的生產和出口 國家法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合作室主任張建平認為 我國的手機行業、計算機行業、通訊設備行業、軟件行業等 逐漸開始擁有全球競爭優勢 在協議當中可能會受益 新協議同時也給中國企業帶來挑戰 日內亞國際貿易和可持續發展中心 當執行動時乘碎話說 目前中國的信息技術產品主要集中在信息技術產業供應鏈的中低端 與發達國家仍然存在較大差距 對中國部分信息技術企業將構成挑戰 中國疫症顯示平、半導體類、醫療設備、視頻遊戲機、打印機密合 GPS全球定位系統等技術密集型行業 跟國際先進水平有一定差距 如果自由貿易實行零關稅 這些相關企業可能會受到很大的壓力和挑戰 我們要把它當成一件好事來看待 就是它會給中國企業帶來創新壓力 帶來轉型升級壓力 張建平認為